柯總召都想下車啦 還有一堆人扛著他撞城門 這個柯總召好不容易塑造的議事規則 然後達人一夕之間呢 就被這個黨內同志搞瘋了 洪生漢委員 你自己是不是就是這個頭號戰犯人 他還是非常的堅持 他沒有收到這樣子的通知 這又變成各說各話嗎 到底是誰說謊 綠巨英喔 現在被大家說是洪生漢 因為洪生漢對於這件事情呢 他很過不去 他說他非常非常重視這次質詢的權益 為什麼他的質詢權被沒收了呢 所以呢他就開始說 我沒有遲到喔 我是早到喔 大家搞清楚 他很早就在立法院裡面等了 只是呢韓國瑜喊得太快了 所以呢才被跳過去 院會通常來說是這樣子 如果說你有排到要質詢的話 你當然必須要提早到現場 然後呢因為前一個人 你不知道他會質詢多久 你不知道他會質詢10分鐘 還是15分鐘 如果他提早結束 你可能就要提早上場 那現在的狀況是什麼呢 如果你現場有輪值的委員的話 你就會知道 欸前面有一些緊急狀況囉 前面有一些委員被跳過囉 所以呢會變成後面的委員要趕快接上去 你就要趕快通知 你們那個黨的立法委員 可是他們自己輪值的委員 就是洪生漢委員 你自己是不是就是這個頭號戰犯呢 國家的立法院用民進黨的內歸 那其實民進黨當天輪值的立委有三位 其實是洪生漢林楚音 還有一個倒楣的王振旭 開會開始到休息結束人都要在 所以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洪生漢跟林楚音這兩個人 就是這兩天一直在砍托別人說推卸責任啊 是議事人員的問題 因為洪生漢他有說嘛 關於輪值的部分 國民黨不清楚民進黨的內歸 那麼在總質詢的時候 輪值立委在立法院區就好 可是實際上呢 因為從這幾天他們的這個說法就是啊 這就是慣例啊 這就是內歸啊 然後就會讓大家覺得說 可是議事處不是已經給你們建議的時間了嗎 都說可能要你提早了 所以說就是鄉民的看法會覺得說 洪生漢現在比陳林培看起來還要更像戰犯 我有蒐集一些就是鄉民的回聞 他就說待在院區是給你方便耶 那開會你不進去的話你輪值個屁啊 然後還有說柯總召都想下車啦 還有一堆人扛著他撞城門 然後說這個柯總召好不容易塑造的 議事規則 然後達人一夕之間呢 就被這個黨內同志搞崩了 事實上的議事人員呢 他們已經做出了這個時序的調查 3月14號的時候呢 他們就已經通知隔天的辦公室 就是說各個辦公室說 你們大概是幾點要來接受質詢 前一天就已經有跟他們說預排時間了 然後呢到3月15號的當天早上 又再通知了一次 重點是在下午的1點鐘左右 1點50分 他們再次提醒了當天下午的所有質詢委員 也就是包含鴻燊和委員在內的 所有的委員告訴他們說 你們的時間應該會往前提 因為陳婷菲委員已經改成書面了 這就代表說要提早到 可是呢現在呢 鴻燊和委員他還是非常的堅持 他沒有收到這樣子的通知 最後變成各說各話嘛 到底是誰說謊 在討論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